好,那這是我是今天的第一個分享者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剛才有介紹過了,我是詹凱琳,大家可以叫我克林 那我是小螺絲創意義團隊的負責人 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桌遊世界園的小螺絲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我們的公司要叫做小螺絲 就是小螺絲代表的就是一個微小的公司 但是它可以,一個圖龐大的機器呢 就是你透過一個小螺絲組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發揮一個很正常的功能 所以小螺絲象徵的是一種微小的重要性 那,什麼是桌遊呢? 在場有玩過桌遊的page的時候嗎? 哇賽,這麼多 好,那其實桌遊這個東西在我們年輕人的世界裡面算是非常的 我們拿一下 Sorry 好,桌遊這個東西在我們年輕人應該算是非常的流行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有聽過 那我就先直接講一下我們的團隊 我們現在團隊其實有七個人 那,以一個新創來講我們應該算是蠻多的 那其實我們有做一個專業分工 就是我們遊戲裡面我們 公司裡面我們有分成遊戲設計組 然後通路義務組跟行銷組 那我其實是遊戲設計組的部分 好 那,再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說 所謂做一款遊戲 當我過去是一個玩家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欸,做一款遊戲應該很簡單吧 就是反正就拿一張紙一張筆 然後我們就隨便畫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好,那當然是我以過去一個玩家的身份 或者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在做的事情 那,我後來開始進行遊戲設計的時候 會發現說 其實所謂的遊戲設計 它會有包含以上的指向 就是,概念發想 遊戲測試、美術設計 開始印刷、行銷、設計等等等等 而以上的這每件事情 都要花掉你非常多的時間跟行歷 所以遊戲設計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是一個你投入非常大的時間成本 非常大的能力成本 它產出有可能是零的一個產業 所以嚴格來講 這並不是一個好取得利潤的一個產業 但是,當然我是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調教你來說做桌遊產業 好,那也是我們進來做桌遊這個產業之後 我們接觸到很多台灣很厲害的設計師 但舉個例子 有一個遊戲叫做美麗島風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美麗島風雲其實在台灣算紅的 但是,以一個玩家來說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更厲害的設計師 設計出比美麗島風雲更好玩的遊戲 好,但問題就來了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沒有看過 我們看過的可能都會是一些歐美的遊戲 什麼卡卡頌、卡蘭島、矮人礦坑、風聲 風聲是中國的 但風聲的前身其實就是叫做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疊影的遊戲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Bang啊,等等等等等等 我沒辦法其實為什麼 台灣有很多的桌遊設計師 當然我是以一個桌遊設計師的身份 然後接觸這一群人之後 我才發現台灣有這麼多設計師 以玩家根本就不會知道 玩家就是進到台灣可能拍樂地啊、熱氣球啊 老闆你今天有什麼好玩的 你們幾個人 你們七個人那就玩一個岸礦坑 通常是這種情況 那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這麼多玩遊戲無法被我們看見 然後還是我們自己的摩擦遊戲 好,那我們去了解了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在台灣的設計師 多為兼職或是個人的設計 好,兼職跟個人的設計 那會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先來講兼職 兼職通常他會噴陣職 然後他利用他生活的一些 零碎的時間進行創作 然後,所以他的時間上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那剛才大家有看到就是 做一款遊戲有這麼多面向要考慮 時間不充分的情況底下 他所能做的事情就相對受限 那再來就是 他去測試遊戲的時候 基本上台灣所有想要做桌遊的設計師 都非常努力的在做測試 他們會辦很多那種 比如說測試團 可能就是今天禮拜幾 然後下午幾點在哪裡 我要揪幾個人來做試玩 或是一些大型的試玩活動 好,那還是回歸正題 一個人你能做幾場的試玩 所以試玩的情況會非常的有限 再來就是 即使他們已經 遊戲機制已經做好了 然後測試也測試的可能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進入一個出版 其實出版在桌遊產業裡面 是一個非常麻煩非常複雜的事情 所以他們通常會選擇 直接交給出版社來做 出版社就是 看了一套這遊戲 我覺得不錯可以賣 好,那我就給你拿一個合約 因為我幫你包下接下來的美術 然後接下來的出版 接下來的行銷 所以設計師可能會到這個階段 就把所有東西都放給出版社處理 可是其實 所有的設計師都會有一個想要表達的事情 或他的一個堅持 但出版商他之所以被稱為出版商 就是他有一些商業上的考量 所以這兩方面通常有衝突的時候 會被妥協的通常只有一個 就是設計師 因為設計師沒辦法自己出遊戲 所以出版商這時候 他就會以營地為導向 覺得這個畫面應該可愛一點 你這個應該要走一個party game 然後這個應該要符合市場的 等等等等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兩方面的話 會導向出版商的那邊 那如果你是一個設計師 你就可以想像說 那個畫面就會是 你就會覺得 那我設計的理念 不會重視 你也不會想再繼續設計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台灣 有這麼多人好遊戲 不會被看見 我們覺得主要的原因 好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 就是如果要運行一個這樣的桌遊 然後產業讓它良好的話 就必須用一個完整的團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以我們自己現在設計遊戲為例子 我們從開始設計遊戲的時候 我們先想一下 這個遊戲要賣給誰 它的定位在哪裡 那我們就會想一下 行銷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在我們還沒設計遊戲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想行銷了 因為我們有一整個團隊 我們在互相溝通 所以很多行銷素材 是要事前做準備的 而不是說 我已經做出來 我開始行銷 那過去有些花絮 你沒有拍怎麼辦 那些東西都沒有 所以事前都要先想清楚 再來就是遊戲機制 玩家使用體驗 美術和印刷 這個在個人設計師的時候 它可能是遊戲機制 玩家使用體驗 美術和印刷 它是一個線性單向的 可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三個一起考慮 我們會一起再進步 然後一起去做互相的交流跟溝通 所以我們也不會說 在做的過程中 失去我們想要表達的理念 但是我們也不會失去美術的堅持 所以我們也會 像我們的美術是一個外包的 然後我們就是跟美術溝通好 這樣子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良好的共識 然後繼續走下去 那再來就是 我們也會去跟市場面接觸 就是去跟市場的一些 做的店的老闆 做的社 玩家 去理解說 我這遊戲還不好玩 使用上市面有哪裡不方便 然後去得到市場面的回饋 所以市場面 遊戲面 我們都可以兼顧下去 那這個完全取決於一個完整的團隊 好 那我們其實有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第一個就是 找回互動的小聲 那就是 由於就是現在 今天很多那種 三四產品都很流行 然後大家有時 每次都滑稿手機啊 用電腦什麼的 有沒有發現其實 在我們過去 其實我們可能小的時候 這樣可能偷漏眼底 小的時候 可能會喜歡那種 逢年過節 大家都居在那裡 很當麻將 打個呼吸牌 打個大富翁 大家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現在可能就是 大家去唱個KTV啊 然後 做一些 3C產品的互動 或是之類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個來找回 桌遊這件事情 是要面對面的 然後來找回這個互動 再來就是 希望教大家一些 可分以外的事件 什麼是可分以外的事件 就是桌遊 其實可以傳達的意念 非常的多 像是剛才有個 那個南非的那個團隊 然後他們就說 要去那個 做一個種族的那個議題 那這可能聽起來就會覺得 他講完之後 那是什麼 好像很硬 但如果我今天把它做成一個 桌遊 然後把它設計成 你們可能就是某一個 酋長 然後你們負責屠殺別人的種族 然後你把它講得很好笑 然後活完之後 我跟你說 這是真實世界發生的某一件事情 相信大家 完全笑不出來 但是你再玩過種 你會覺得很好笑 對 OK 好 再來就是 希望讓大家可以看見 台灣的桌遊 就是透過我們剛才那個團隊運作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有效的把所有台灣 厲害的設計師 然後推廣到全世界去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成果 這是我們現在所做出來的 遊戲 封面 然後這是遊戲內容 然後我們甚至還為這個遊戲寫了一個小說 每一個 我們是一個黑幫走私遊戲 然後每一個老大甚至有他自己的故事背景 對 然後就是 就是行銷團隊會做一些 比如說像小說的連載 Facebook上的經營 然後甚至是辦一些什麼抽獎活動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正在上 BlindV的網站 這些都是要靠一個很完整的團隊 然後我才有辦法 放心的世界遊戲 然後行銷團隊負責 行銷的部分 然後業務的人就負責專門 跑業務 然後去跟通路接觸 這樣子 然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